10月16号 蔡康永突然在微博中发文称 要离开康熙来了 而小S也表示要与康永哥共进退 节目制作公司老板王美中虽然试图积极挽留 但是最后也无功而返 确定康熙来了将停播 那么问题来了 两人离开康熙将会可据何从呢 其实康永哥来参加我大芒果百万秒问答 可谓是铺垫已久 据小老的内线透露 蔡康永在百万秒问答之后 极有可能和芒果有后续的深度合作 而在百万秒的采访中 蔡康永也透露 自己已经在筹备电影拍摄的相关事宜 而且电影也有可能在明年上映 这前脚把工作重点转向我大芒果 后脚要进军电影市场 真的是满拼的嘛 而纵观小S的履历 可谓是专职于康熙来了 此前蔡康永就表示过 就算和小S离开康熙来了 也还是要继续合作的 不知道小S会不会向康永哥取经 手拉手一起来内地劳心呢 而小S除了专职主持康熙外 另一个专职就是生麻 现在已经是三个女儿妈妈的她 不知道接下来的计划 有没有回家积极地生猴子这一选项呢 芒果老新闻 想到以后再也没有表情包了 笨老就像冷漠的狗袋 报道 ageng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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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